哈喽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基础营养素的三大类 巨量营养素 顾名思义巨量就是需要较为大量,意思是人体所需要较多这些营养素 这类营养素能提供身体热量,维持人体器官等等正常运作,也是构成身体细胞组织的主要成分 人体所需要的巨量营养素的需求量是以克计算 巨量营养素包含有蛋白质、糖类、脂肪 每一种巨量营养素对身体健康都有不同作用 巨量营养素可提供人体热量,糖类和蛋白质每克约可提供四大卡热量 脂肪每克约能提供九大卡热量 巨量营养素之间是可相互转换的 糖类可以转换为脂肪或是氨基酸 过多的糖类或者氨基酸也能由肝脏重新转换为脂肪 但无论是脂肪又或是糖类都不能够转换成为蛋白质 所以巨量营养素里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不会有任何一种增肌或减脂的方式会说不要吃蛋白质 增肌或减脂时也都需要知道该如何分配营养素 也能说是应该如何分配巨量营养素的摄取量 首先应该从蛋白质开始 因为蛋白质是肌肉生长当中最为重要的营养素 每一个人需要的蛋白质、糖类、脂肪的摄取量都不一样 需要以身高、年龄、体重以及健康状况等来评估需求量 若把人体比喻成机器 机器运作的燃料是巨量营养素 相对的机器的润滑油就是微量营养素 微量营养素 也称之为微营养素 就是指需求量相对较少的营养素 但对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有重要作用的营养物质 主要包含维生素与矿物质两大类 身体是无法自行合成的 因此也被称为必须营养素 微量营养素需要从食物中获取 但是食物中含有的微量营养素含量都不同 所以需要吃较多种类的食物 才能获得较为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平时适当摄取微量营养素 对于保持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身体都有其不一样的作用 但是会受到年龄 压力以及健康状态影响所需要的量 虽然微量营养素需求量比较少 却也是调节身体机能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相对于巨量营养素 人体需要较少量的微量营养素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营养素被标记为微量的原因 但是人体每日需要20种以上的维生素与矿物质 这些微量营养素并不能提供热量 因此与巨量营养素有互补的现象 微量营养素能维持正常生理功能 假如摄取不足 将会引起缺乏相关性的症状 严重时也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所以建议多样化摄取多种食物 身体才能获得到每日最佳摄取量 当然很难自我评估微量营养素是否缺乏 可一旦身体缺乏了微量营养素 会影响到身体的新陈代谢 也容易使得维生素吸收不易 身体的酵素会失去活性 这些微量营养素在人体的量不高 但却像个小螺丝一样 让生命与健康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植物营养素 又称为植化素 是存在于植物中的天然成分 能够为植物带来缤纷的外观 颜色越鲜艳的蔬果 吃到的营养素也就越多 不管是蔬菜 水果 豆类 谷类 和茶叶等等蔬果植物之中 都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营养素 植物和蔬果中的植物营养素 是纯天然的抗氧化剂 能够减少自由基对细胞与基因的伤害 也能帮助人体抵抗氧化的能力 进而预防疾病的发生 部分植物营养素能与病毒颗粒结合 预防病毒结合人体细胞 如果能够均衡摄取较多种颜色的植物中 所含丰富的植物营养素 可以提升人体生理机能 预防或改善疾病 强化抑制癌基因的活性 进而减低致癌基因外在表现 也能够预防癌细胞的生成 降低离癌等等风险的发生 即使是已经形成了癌症 植物营养素也能在不同的病况中 提供到保护和预防的功能 因此植物营养素在现代人维持健康 与对抗疾病的角色上 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能透过饮食的方式 来摄取自植物天然的成分 就能够让身体保持抵抗力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有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是这频道继续制作影片 最重要的原动力 如果你愿意支持与鼓励 这频道走得更远 欢迎分享 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能够在影片更新时 第一时间获取通知 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参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